今日的AT國股推介,第一隻是金沙中國1928 選選原因是,首先澳門原有六間賭場的營運商順利續牌,不明朗因素已消退 而金沙、永里等美資背景的豪賭股,估值有望追近本土的賭企 大型中資勸商中金指,市場對現有營運商丟失牌照風險的擔憂消除 並預料金沙、永里未高煤的股價或將會跑贏其他營運商 另外,內地的防疫措施漸漸露出放寬趨勢,增加澳門旅遊博彩行業加快復甦 在繼鄭州市宣布解除流動性管理後,近期廣州市感染個案最多的海豬區、荔灣區等多個區 都在上星期陸續宣布放寬防疫措施 瑞信認為,在包括放寬旅行團、內地進一步開放和更新倒牌的正面消息影響下 有利市場情緒並推動復甦預期,建議對豪島股是層低吸納 當中偏好金沙和銀魚 通關因素仍然發酵 所以預料到2023年才有助金沙業務扭規為營 策略上,投資者適宜等待金沙回到20元吸納 第一個目標是看23.5元,跌穿18元便適宜至虧 第二種精選港股是行榮地產101 老牌地產商行榮地產明年的股息率預計可接近6厘 加上憧憬內地持續調整防疫措施,內地業務有望繼續改善 截至今年6月底為止的中期業績,公司63.5%的收入來自內地 內地持有防疫放寬的跡象,正調整並改善相關政策 對行榮地產而言屬於利好 今年6月開始,在上海解封後,公司在當地商場出現強勁復甦 花旗表示,管理層基於公司租戶的質素不斷提高 重新選擇性租金減免措施 高盛亦指出,禁於內地銷售表現具有韌性 行榮地產在內地商場逐租租金有接近雙位數增長 花旗引述管理層指,行榮地產重新它們可持續的 漸進式股息政策,這個政策會隨著它們的核心盈利不斷增長 由於今年上半年已取得合理的盈利,管理層預計 股息政策不會有任何重大改變 彭博綜合券商預測,行榮地產今明兩年的股息率 將會有5.7厘和5.9厘 彭博綜合多家券商最新平均目標價是16.66 較上星期五收市價13.86高出超過兩成 建議在13.5的水平買入,先看15元,跌穿12.5就適而止 我們下期見